就是我觉得如果当时我们结婚 不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行为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然后我觉得可以各自 做一个更自由的个体 去享受一段自由的时间 来了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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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看到了 人家坐那儿玩吧 我们那天晒太阳 女生吗 哎呦 不好意思了 哎呦我的天 男生已经看到女孩们了 但最紧张的应该是老钱跟小李吧 肯定啊 我们要不要回避一下 我们躲起来吧 我们躲在那边偷偷看 躲房间里吧 走吧快快快 女孩躲起来了 跑了 跑了 因为过去的感情 让我过度的保护自己 所以我感觉现在的我身上带了很多刺 有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我好累 我内心有一个黑天使 每当感觉自己不开心的时候 他都会站出来保护我 我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我 我希望通过跟大家这段时间的相处 跟你们从陌生到熟悉 最后到五话不谈的知己 可以给彼此治愈和温暖 让我身上的那些刺自行褪去 可以找到曾经那个柔软又坚强的我 大表姐 大表姐 我觉得大表姐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好想抱抱她 我觉得她应该是 上一种感情应该伤得很深很深 你们嗨嗨 大家好 嗨嗨 大家好 少佑男生会说嗨嗨 大家好 不知道这封信会何时出现 听说都是失恋的人业 不知道大家失恋的方式是哪一种呢 不会是她写的吧 不知道大家失恋的状态是哪一种呢 不知道大家处在失恋的哪一步呢 我怎么觉得你这么高兴啊 感觉好像有点幸灾乐祸的 好期待大家的故事 然后她画了一个笑脸 然后又把它涂掉了 写了一个括号 DBQ 花太丑了 什么叫DBQ 对不起 对不起的前世 凯歌 二级青年 比如说我二十八岁了 这个年龄的女性可能 该有对象 该是准备一个安家乐业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现在既安不了家也乐不了业 她都在自嘲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没有所属的一个集体 其实是一个很 算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 为什么二十八岁就一定要按家或者立业呢 那是社会的一个 故友的印象 就是我我也会有因为工作或者是比如年纪啊或者是 你好像是最小的 年纪的真理 你们都已经结婚了吗 就是但是我还没有没有吗 小新现在是 二十八 还不用结婚啊二十八 二十八还很小哎 我大你十岁啊 你完全看不出了 你好 你好 你知道我还来吗 你知道我还来吗 知道 我知道 实锤了 那凭什么我不知道你要来啊 但你要知道我并不是为你而来的 我并不是为你而来的 你不是为你而来的 对 我最近撞的还可以吗 哎 走吧 我们 前副歌 前副 要不 前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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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怜 哎呦 吓死我了 就是我觉得如果当时我们结婚 不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行为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然后我觉得可以各自做一个更自由的个体 去享受一段自由的时间 哎呀 她还是在回避那个真正真实的原因 她是不是觉得当时也遇到很多问题 也走不下去了 那可以讲讲具体是什么问题啊 不能说她该了 对啊 好受伤啊 就是我们已经像家人了 没有太心动的感觉了 这可能是 原因 特征的一句话 这可能是那个原因 你提下她提的 是我提的 但是她想分 哇 提分手的人未必是想分手的人 因为 我的性格还蛮值的 就是你要是做的什么不对的不好的 我会很直接的跟你说 她可能就会有一点受伤或者什么的 但是她不会跟我说我做的什么不好 就导致于我们两个人之间 没有沟通 不好沟通 对 没有有效沟通 对 就是导致于我们两个之间积累的问题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到最后呢 我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 比如说我想 很多的城市啊 对 我想在杭州 但是她想在他们的当地 当然也有家庭方面的 就父母不是那么的支持 就是我也不能为她放弃我的工作 她也不能放弃她的家人 或者 她说过两个人的方向不一致 其实两个人都没有对错 对对对 就是和平分手 但是可能因为我当时分的时候 难以接受 导致我后来又追了她半年